这种鸡汁骨 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 但是我晓得小玩儿是肯定喜欢吃的 这个也是非常的贵 现在好像是30多块钱一斤 清洗干净后准备几根牙签 针子给它剁一下 主要就是方便里面入味跟成熟 两面都要剁 准备点老姜可以稍微剁一点 给它配散 再来上一点葱 也给它配散 多一点 加入一点料酒稍微多一点 下手给它不停的抓捏 把姜葱水抓捏出来 鸡翅里面加入盐 底味一次性调购腌制的时候 把它腌制入味 胡椒粉 姜材调好的姜葱水 下手给它马云做个大宝剑 大宝剑做好过后 让它休息两个小时腌制入味 这个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也没得通过似的 先看还是动画片在收 小爱同学 在呢 谢谢你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 想我了 记得叫我哦 播放动画片 大耳朵图图 好啊 大耳朵图图动画找好了 我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小孩 我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大朋友哦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是兔兔小淘气 你对世界很好奇 这个动画片看来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个糊调起 碗里打入两锅亚子生的鸡蛋 用筷子先给它烤散 调散过后加入一瓢锅面粉 1比1的生粉 继续用筷子给它调散 大概调成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嘛 千万不要太干了啊 太干了就不好了 鸡肉腌制好后 把姜葱料酒的一些全部不要 给它加入一点蚝油 美味轩一点点 把手洗干净后给它码匀 针子就可以了 腌制好的这个鸡脂滚 先给它裹上一层这个糊 再放入黄面包糠里面 裹上一层面包糠 针子的话 一个鸡脂滚就裹好了 一定要按紧实 要不然等脸一炸这个面包糠 全部都要落下来 剩下的这些全部都给它裹起 这下我们就要开始炸了 锅内给它下入92号的植物油 稍微少一点 油温烧至三成热就要转小火 下入姜材裹好的鸡肉 这里不能用大火记住 用小火慢慢的炸炸 要先把鸡肉炸熟 如果用大火的话 一下鸡这个面包糠这些就炸腐啊 里面的鸡肉还是酸的 这个技巧大家一定要记得 先用小火慢慢的炸 这个鸡脂滚已经用小火炸炸了六分钟了 我看了时间的 里面基本上是快熟了 给它翻一面 不要慌继续炸就是了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最小火 这个叫做最小火 如果用大火的话早就炸腐了 这个鸡脂果差不多已经炸了八分钟了 这样我们就要转大火给它炸一下 把它表皮给它炸至酥脆金黄 用大火大约炸一分钟过后 我们用漏瓢把它漏出来控油就可以了 控好油过后直接装盘就可以了 给一笔小孩都已经馋哭了 非常美味的炸鸡吃就做好了 蒸子猪的话就非常的简单 大家都能轻松学费 喜欢点赞不喜欢点免费看完就解散 看起来就非常的安逸哦 你们听这个声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嘛 里面的肉这些全部都是熟了的 一定要用小火炸炸先 有点烫 最后还是我先帮你们赏一下 有点烫啊 哇 吃起来非常的酥脆可口 整口肉 这个鸡脂股上面的肉是非常的鲜嫩的 真的是太好吃了 太香了 好吃到停不下来 这个就给我玩 还有老本端记 咱们一个两个 我吃一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散过了 我是想念 下期见 拜拜 啊 呱 吃 و 谢谢大家